大家好,今天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特种兵和专业格斗选手,谁更能打? 其实说实话,这个话题在正常情况下并没有什么探讨的必要 因为树叶有专攻 特种兵的任务是在战场上用自己学习的各种技能击败敌军 他的这些技能包括使用武器、射击、体能、渗透、侦察、驾驶、战术配合等等一系列的军事技能 徒手搏击只是当中的很小一部分技能 在战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当一个特种兵需要在战场或者出任务的途中用到徒手搏斗的时候 需要哪些条件呢? 第一,他和他的小队走散了 或者他小队的成员全部都牺牲了 第二,他把刀、枪全都搞丢了 第三,他把身上的皮带、钢盔、弓兵铲等等可以做武器的东西也都搞丢了 第四,他所在的地方寸草不生 找不到任何石头、砖头、木棍,连沙子都找不到 这不就是擂台? 最后是最重要的一点 碰巧,他的敌人也满足了这几个条件 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徒手搏斗了 大家可以想想,在现代战争中出现这种极端情况的可能性有多大 所以格斗技能并不是衡量一名特种兵是否优秀的主要指标 而专业格斗选手是以格斗比赛为生 他们每天研究的就是在各种格斗比赛中击倒对方获得胜利 判断一名格斗选手是否优秀 他的格斗水平就是主要指标 所以两个根本不同专业的人在一起讨论 似乎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但是某些传武大师偏偏喜欢偷换概念 把这些东西放到一起比较 比如庞超就曾经出过一个视频 我叫庞超,是一个武术锤 最大的愿望是,武术的黑粉全部消失 实战只有擂台搏击? 你难道没有听过UFC冠军与海军陆战队比拼泄斗被团灭的故事? 话说有天UFC总裁白大拿 有一次心血来朝带了四位UFC冠军选手 到美国海军陆战队营地进行训练 双方组队进行切磋 结果UFC冠军们大败 原因就是双方并非在八角龙里打搏击 而是到丛林里拿上气血模拟实战 搏击并不等同于真实对抗 双方卸斗 你的拳脚功夫一点作用都没有 各种黑粉门认清现实吧 要说气血格斗哪家强? 都不在乎都不在乎 说错词了 还是中华文明流传下来的武术最强 不要说公平的器械对抗技术 就是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格斗方式 我们都有传承 你以为郭德纲整天说的 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武松脱靠拳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本期通过实力解析了 赤手空拳的格斗并不是天下无敌 小黑粉们有没有不开心? 我是庞超 一个希望国家安定民族富强的武术锤 希望武术的黑粉在我们的努力下早点消失 就他这个逻辑 只能把武术的黑粉搞得越来越多 UFC选手在丛林战中 打不过训练有术的美军 所以传武就天下无敌了 这是什么样的老子才能推出这样的结果? 就他这种逻辑 正常人都无法理解 就比方说 我说A厨师比B厨师做菜好吃 你说A厨师不会修冰箱 所以B厨师做菜比较好吃 这都是哪跟哪儿啊 那么真的到了擂台上 特种兵面对专业格斗选手 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 我们来看一段录像 画面中正在做准备运动 穿短裤的 就是中国散打名将 柯荣亮 而穿长裤的 就是一位退役的特种兵 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打得怎么样 柯荣亮几乎没费什么力 就KO了特种兵 柯荣亮是中国散打的四大名腿之一 2000年左右 中国散打王的四大名腿分别是 边腿怨欲宝 转身后白腿 郑玉薅 披挂腿 刘海龙 以及侧踹腿 柯荣亮 2000年的时候 柯荣亮曾经在中美对抗赛上 KO过美国选手 虽然对手也不是什么顶尖选手 但是也可以看出 柯荣亮的腿法是相当的犀利 这里要说一下柯荣亮 是少林塔沟舞校毕业的 在之前介绍少林的节目中 我也说过少林分得很清楚 表演是表演 实战是实战 如果把少林寺看作一个文化集团 他是做得相当成功的 2005年 柯荣亮退役 通过特招加入了浙江特警队 前面与特种兵的那场比赛 大概就是在那时候打的 根据柯荣亮自己的描述 说这场比赛是双方领导安排的 在打之前呢 领导跟他说 这个特种兵很厉害 在部队里面没有遇见过对手 而特种兵的领导 也很想看看特种兵 能不能打过散打冠军 这个特种兵在打之前 也非常嚣张 所以当时打的火药位有点重 柯荣亮在KO了对方之后 也是直接转身离去 而且事后还说 早知道他水平这么差 我是不会打的 不过特种兵也算输得起 在输了之后 主动拜了柯荣亮为师傅 继续学习散打 男人嘛 就应该这样 能赢能输 打输了到处找借口 吹牛逼 说杀人技的 那是传武大师 按照传武大师的逻辑 这位特种兵下场之后 应该说 有本事咱们比枪法 咱们带枪上场打 按照这个逻辑推断下去 这个世界上最强的杀人技 应该是核弹 所以在徒手搏斗上 特种兵大概率 是打不过专业的搏击运动员的 因为特种兵的主要训练 还是放在军事技能上 毕竟树叶有专攻 特种兵也不是靠徒手搏击 去获取战争的胜利 在石器时代 两个部落争夺支援 都知道用石头砸了 发展了几百万年 总不能越发展越回去吧 当然了 虽然徒手格斗 不是特种兵的主要训练项目 但是他们KO几个传武大师 或者普通人 也是很轻松的 因为相对这些人来说 他们又是专业的了 因为这些特种兵的教练 极有可能是顶尖的职业选手 比如中国有名的 综合格斗选手 火麒麟王赛 就是西部战区的搏击教官 他们打不过专业的搏击运动员 只是因为没有系统的训练 和没有高水平的比赛支撑 传武大师们 就不要用所谓的杀人技 去碰瓷军队了 传武大师们 还是好好开发武术的 强身舰体和养生功能吧 毕竟武术套路 还是有一定的观赏性 和健身功能的 非要脱离了这些基本的东西 去吹嘘所谓的杀人技 一击必杀 天下无敌 那就是纯粹的吹流逼了 吹流逼 LAP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下一期准备聊一聊 被传武拥护者们说 来源于传武的 警队格斗术 黑龙十八手 听这个名字 就很拉风啊 如果大家有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 真好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 那是银巴 我们赶快 可以泄到